我们在讲主要就是讲解下全文索引 那我们首先看什么是全文索引 全文索引的话 它主要是用于我们的一个全文搜索 在全文索引当中 它只能够支持MySAM这样的一个 存储类型的一个数据表 那我们去打开我们参考设计 我们看一下关于我们的一个全文索引 它的一个应用 在这里面我们去找这个全文索引 我们在这个优化里面 在我们帮助手册里面有一个目录 目录里面它有一个优化 索引的话 它是属于我们这个优化数据库的一个结构里面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找到一个列头索引 在这个列头索引里面有一个全文搜索功能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MyServer它支持全文索引和搜索功能 这里面这个全文索引 它的一个意思就是 比如我们有一部分文字 比如说我说的是我要去新闻里面找 比如说找成都 那么找成都的话 因为这个成都它是在这个新闻内容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对这个新闻内容创建一个全文索引 那这个时候我就去匹配我的这个成都 如果匹配的出来 那么就能够查询出来 这样的一个全文搜索 它有点类似于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记事本里面 或者说我们在一个word里面 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一个counterf 我们去搜索我们查找 查找里面这些关键字 查这个关键字就是我们所做的的关键字 这种来称之为一个全文索引 然后我们看这里面它有一个案例 我们把这个案例我们给扩比一下 我们把这改一下 这里面的话 它实际上创建了一个叫actis的一个表 在这个表里面 它有这样的几个字段 它有一个id 这个id的它是一个自尊的 并且是一个组件 另外有个title 它这个vichu类型 还有一个body它这个特色类型也是一个自尊类型 这里面在创建的时候呢 就创建了一个全文索引 fulltaster就表示了一个全文索引 那么我们全文索引的话 它只支持了一个数据的一个存储类型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把这个数据成类型给它写上 它只能支持我们的一个 my sm my sm 全文索引 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存储类型 它只能是mysm这种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更改一下它的一个 编码格式 那么这里面这个编码格式 我们可以给它设定为 utf8的一个编码格式 然后把这一个呢 我们给它放到我们数据库里面去执行一下 然后就到我们这个dots环境下面来 那这里面呢 我们同样的是 compress的数据库 然后把刚才这一张代码给复制一下 复制我们这里面来 让我们直接认识 好这里面我们就已经创建了一个数据库表 这个数据库表我们有一个特点 它只支持的是mysm这种的一个 存储类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向这个表里面插入一些数据 插这个数据呢 我们在这个参考手册里面我们也有一个参考数据 然后把这个数据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把这个改一下 这里面就是我们插入这个数据 好这里面插入数据之后 我们现在来 做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的话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去 查询 这里面这个查询的话 就是一个 xplan xplan 我们用我们这个查询 xplan 然后select 我们seem from我们的 title 我们itis 这里面这个查询的时候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 所以 我们在这里面会发现它没有任何一个所以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使用这个所以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个match函数 这个match函数 它的一个意思就是 比如说我们要在这里面去查询我们 title或者说是Burling里面 有包含这个database这样的一个关键字的 那么我们怎么来写 我们把这个代码我们也给它复制一下 我们先给它 执行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 执行结果 在这执行结果里面 它就会把这两条数据给插出来 这两条数据里面 它均包含的是这个database 那么也就说我们这个全文所以里面它这里面是包含这个database的 那我们来explan一下 explan 然后我们的 我们把这一句话我们给它copy一下 explan 那 拿在这里面我们就是写的 Q kita 我们看一下 这一块 就会发现 现在我们采用这句话的时候 那么它的一个 查语的计划里面 它就包含了一个 key 这个key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title title 然后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类型 那么它就是一个faultase faultase的话就表示是一个全文所以 这里面实际上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现在使用的是这个全文所以 全文所以它的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的话 它实际上就会去 把我们想找的这个数据给它采用出来 它比我们的一个like的一个效率要高得多 like的话它只是要每行它就要去匹配 如果这里面我们使用like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效率要低得多 这里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全文所以 那么全文所以的话它的一个效率高得多 除了这个 这里面这个match还有against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用法 这个固定用法就是 match就是匹配 匹配的是什么呢 全文所以呢 两个字段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全文所以 包含两个字段 这两个字段的话 它里面包含的是这个database的这个内容的 那么我们就给它采用出来 好这是一个 这里面它实际上也给我们阐述了 match函数是对一个字幕上执行资料库里的这个语言搜索 那么这个语言搜索里面有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match说过了 它实际上也是非常聪明的 如果你在这里面你看我们在这里面去搜索的如果是 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字符比如说abcd 这种abcd这种字符的话它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我们这个条文所以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我们这个条文所以 比如说我们搜索的是a 我们搜索的是a 我们搜索小写的a 然后再来一下 再粘贴一下 这里面它实际上也是用了一个全文所影 只是用了一个全文所影 因为也是用了一个全文所影但是在这个地方 在全文所影里面 全文停止字这个全文停止字就是 如果说我们搜索的这个字里面包含的是 这里面这些关键字的话 那么这一个搜索它就会自己停止了 所以说这个称之为一个 全文停止字就是 当我们在使用这些搜索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搜索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abot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是abot 这它就是一个关键字 这关键字 如果我们expand的话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搜索 它的一个全文搜索 用索 这里面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的话我们就直接给它 去看一下它这个匹配度 这里面有个匹配度 匹配度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 接着往后面看 这个匹配度我们把它查用出来 比如说我们看 把这个 给它查用出来 我们先看这个吧 把这个先给它 把这个给它改一下 把这个改一下 然后把这个改成一个 这里面就直接给它 查一下我们把这个全数应该放在这里面 我们来指一下 好 这里面查一下之后 这里面有个0.665或者0. 它指的是在这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 它和我们这里面这个内容 它的一个相似度 那么第一个相数是0.655 第二个相数是0.66266 这里面就是它的一个相似度 那么这个相似度就是 我们在这里面 搜索的这个单词的时候 那么它里面有哪些 单词是我们这个单词是匹配的 那么这一个来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匹配度 好这是一个全文搜索里面 当这里面这个全文搜索的话 它实际上 在我们这一块内容当中 在我们这个全文搜索里面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主要是用于一些博客啊 或者说是像我们一些百度的一些 关键字的一些匹配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全文搜索 在这个全文搜索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采用的是一个match 和against 这是它的一个固定用法 在这个固定用法里面 我们实际上是用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的一个全文搜索是建立在title 或者说是body 这两个字段下面 那么它的一个 搜索的一个关键词 就是我们against里面 那么就是这里面 anist 它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 搜索的关键词 也就是我们全文搜索的一个关键词 那么我们如果采用的时候 采用出来之后 然后这里面它就是一个匹配度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相似度 这个相似度是多少 那这里面它可以给我们去存出来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管理 所谓的一个管理的话 主要就是包括一个所谓的一个删除 我们首先看我们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 看我们销 index 比如我们从哪张表 我们从这张表里面去看一下 这里面 但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 采用这种方式 这里面的话 它就有三个索引 那如果说我们想删除其中的某一个索引的话 我们就直接可以采用的是 比如我们想删除一个 普通索引 那我们就是 altern table 然后我们那个表明 比如说我们是 nplus 这张表 然后我们就 我们的一个index 我们是哪一个索引 比如说这个 索引的一个名字叫 lawindex 索引的名字就在这里面 就是一个lawindex 我们可以 把这个索引给它删掉 因为这个删索引 它实际上是 要对就是对这里面 有90多万条的数据的一个索引 删除所以说 会消耗一定时间 好这里面删除之后 我们再去查询一下这个索引 那么现在这个索引的话 它就只有 一条索引了是不是 就只有我们的一个 组件索引 这是我们关于对于索引的一个 删除 那是通过我们的一个 altern table 然后我们这个表明 然后drop 然后index 我们那个索引的名证 好 总结一下我们这讲小节 我们这讲的话实际上主要就是一个全文索引 那么全索引的话 在这里面 我们只支持的是一个英文的一个搜索 如果是中文的搜索的话 应该要去 买所有的一个官方网站去下载一个 插件 那么它实际上是可以实现我们的一个中文搜索 索引的时候 它的用法是比较特殊的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参观一下 这个参考手册 这个参考手册里面就给我们列举了 如何去采用我们的一个 全文索引 那么采用索引里面它有个相似度 相似度什么意思 就是 这里面我们搜索的这个关键字 它和我们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个匹配度 另外有一个 搜索的一个停止字 这个停止字 也就是我们 在关键字匹配的时候 如果说这里关键字有这些关键字的话 那么它就不再进一个搜索了 它就不再进一个匹配了 比如说我们用上了 anyhow ask 像这些字比较常见的 那么 它就会 停止我们的一个搜索 停止我们的关键字的一个插着 这是我们对于 我们的一个全文搜索的一个理解 以及它的应用 OK 我们这讲就给大家讲解到这